是不是有神秘女子 有沒有其他神秘會議還沒有曝光 我並不曉得 可是我覺得有一個女子 她的立場 我必須在這邊跟大家來報告 這個女子就是黃珊珊 有19年歷練的前副市長黃珊珊 在柯文哲要核定給金華珍 多20%准用都更的榮獎的時候 黃珊珊你人在哪裡 你知不知道這一件事情 黃珊珊都在場 黃珊珊有沒有告訴市長 有沒有告訴柯文哲說 不可以給 如果沒有 黃珊珊你就失職 而且黃珊珊是一個有經驗 有歷練 對於都市變更這一些東西 是有經驗的一個副市長 請問黃珊珊你在幹嘛 你在睡覺嗎 還是你也接受到其他人請託 所以你明明知道市長要做違法的事情 你卻沒有阻擋 你的立場是什麼 柯文哲不開閘黃珊珊 應該就是黃珊珊對她來講很重要 重要的原因是什麼 可能在政治上面有要跟黃國昌抗衡 也有另外的原因是因為 她如果開閘了黃珊珊 可能會引起的政治的後座力 是她無法承受的 那這東西我們就不便評論 不過我們想一想 過去柯文哲在台北市的時候 對於很多的基層同仁犯錯 都是抓狂的狂罵狂飆 為什麼獨厚黃珊珊 對黃珊珊這麼包容 我想問一下這個金華城的部分 因為柯文哲說這個神秘人 指的有點像是硬小偉啦 是不是只是 等於說是 可能有議員跟他們 陳情 但是我想他非常關注這個金華城的案 過去台北市議會的議員跟市長便當會 這是長久以來的慣例 包含到現在的蔣萬安都有這樣子的一個會議 可是柯文哲現在把金華城 能夠獲得840%的容積這件事情 丟給這個議員的便當會 我非常的不以為來 因為議員的便當會 可能大家可以去找一下紀錄 這8年來便當會最多的紀錄 應該都是要叫柯文哲恢復重陽敬老金 柯文哲有恢復嗎 沒有啊 還是依然顧我 所以他給不給金華城 創天下之力的840%容積 就是柯文哲的改變 就是柯文哲的決定 所以柯文哲不要再把金華城這件事情 他違法違規給了金華城840%的容積 丟給議員便當會 我覺得這我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議員給了他這麼多的建議 尤其重陽敬老金 我相信議會起碼一半的議員 在便當會的時候都跟他提過這件事情 柯文哲恢復了嗎 柯文哲沒有 柯文哲依然顧我 所以金華城這件事情 柯文哲就要全責擔心 第二個部分 我們再提金華城是有兩個唯一 是柯文哲任內唯一一個民間提案的都市計畫變更案 由市長親自蓋章核定公告 這是金華城想的第一個唯一 第二個唯一是 民間提的都市計畫變更案 都發局不通過 結果還幫忙召開專家學者會議幫忙解套 就是金華城 這兩個唯一是在柯文哲任內的唯一 那我要問這麼多都市計畫變更案 為什麼柯文哲獨厚金華城 這兩個唯一絕對不是議員陳情 議員便當會提到就做的 所有的案子有這麼的多 為什麼獨厚金華城 柯文哲還是沒有講清楚 還是沒有說明白 他現在輕輕帶過 用說我只蓋兩三個章 這兩三個章就幫助金華城一路打通關 讓他能夠獲得百億榮基 所以柯文哲要講清楚說明白 另外神秘女子這件事情 我想這個是不是有神秘女子 有沒有其他神秘會議還沒有曝光 我並不曉得 可是我覺得有一個女子 她的立場我必須在這邊跟大家來報告 這個女子就是黃珊珊 為什麼我要提黃珊珊前副市長 因為我們都知道黃珊珊是擔任19年的議員 後來被柯文哲嚴覽到市府裡面去擔任副市長 金華城申請榮基 希望突破392%的榮基 其實是從好龍斌前市長的時候就開始爭取 後來到柯文哲第一任 在柯文哲第二任的時候 柯文哲一改往常的態度 給了他840%的榮基 那我要問有19年歷練的前副市長黃珊珊 在柯文哲要核定給金華城 多20%準用都根的榮基的時候 黃珊珊你人在哪裡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在柯文哲跟這個議員的兩次便當會 提到金華城要突破榮基的時候 黃珊珊都在場 黃珊珊有沒有告訴市長 有沒有告訴柯文哲說 不可以給 不可以讓一個非都根區域的地區 準用都根條例 來取得榮基有沒有 如果沒有 黃珊珊你就失職 而且黃珊珊是一個有經驗 有歷練 對於都市便跟這些東西 是有經驗的一個副市長 他有沒有告訴柯文哲 不可以這麼做 如果沒有 請問黃珊珊你在幹嘛 你在睡覺嗎 還是你也接受到其他人請託 所以你明明知道市長要做違法的事情 你卻沒有阻擋 你的立場是什麼 結果我們到現在看到黃珊珊 只講什麼事情 黃珊珊一直講的是 如果有問題 就送法辦 就送檢調調查 那我要問嗎 你身為一個副市長 如果市長要做的事情是違法違規的 你不用去阻止他嗎 而且金華城這個案子 從好龍斌到 紅好龍斌市長到柯文哲 已經爭取了這麼久 有議會議員 有這麼多人都認為金華城想要爭取超過392的容積 是無理的 是不行的 那你有聽到嗎 你有研究嗎 你為什麼讓柯文哲 就這樣放飛 是你有意放飛 還是你不小心放飛 如果不小心 那你在便當會 你都有出席啊 那你在幹嘛 這個蔡品坤副市長不了解 那也就算了 彭政生是負責的 理所當然應該要了解 那我要問你 黃珊珊 你是一個資深的議員 又身為律師 你難道不知道這些事情嗎 那你的立場是什麼 到現在我們沒有看到黃珊珊 說明白 講清楚 好 姐那我問一下 就是昨天臉書口那個截圖啦 小草的對話 看起來 就是他們是也不太意外 到底那個憑政的狀況是怎樣 這個憑政的狀況是怎麼樣 要柯文哲講清楚啦 因為我想那個小草是非常的傷心跟難過的喔 因為那是一個民眾黨台南黨員的群組 那這個群組其實是在發現就是說 柯文哲的政治獻金 報給支付了十樂公司 四百七十幾萬的這個台南教室的場地費之後 他才把自己的疑問丟到上面去 因為他說他在去年的時候 幫忙這個小額的募款 這個買小物的這個部分 他其實找了很多人的去買 可是到最後好像今年報稅的時候 他既沒有拿到收據 也沒有拿到發票 他說如果這一筆錢是捐給阿貝的 那捐給柯文哲的 那他應該拿到政治獻金的收據 那如果他是木可公司賣給他的 他也應該拿到發票 那沒有收據 沒有發票 這筆錢到底落入誰的口袋當中 這是他提出的疑問 可是很遺憾的是說 柯文哲的團隊昨天居然認為 他只是一張莫名其妙來的截圖 你就可以看出民眾黨是多麼的不尊重 自己的基層支持者 在鬧出這麼大的政治獻金崩潰之後 有那麼多奇奇怪怪的狀況 自己的黨員提出的問題 就應該要積極的去解決 積極的去了解到底有沒有這回事 到底是不是真的沒有給收據 應該要去這樣了解 結果他們居然認為 那只是一張截圖 所以這也讓我不禁要懷疑 是不是他們真的是 不開收據 不開發票才是常態 所以我覺得 民眾黨應該要趕快查清楚 不然我這個也要呼籲 包含監察院 包含國稅局 應該立即針對 對柯文哲政治獻金專戶 跟募客 來進行查 查政治獻金跟查稅的動作 請問一下說 因為現在柯文哲都不開札黃珊珊 那你覺得他的考量是什麼 是有可能說在畢業裡面要 抗衡黃國昌嗎 柯文哲不開札黃珊珊 應該就是黃珊珊對他來講很重要嘛 那重要的原因是什麼 可能在政治上面 有要跟黃國昌抗衡 也有另外的原因是 因為他如果開札了黃珊珊 可能會引起的政治的後座力 是他無法承受的 那這東西我們就 不便評論 不過我們想一想 過去柯文哲在台北市的時候 對於很多的基層同仁犯錯 都是抓狂的狂罵 為什麼獨厚黃珊珊 對黃珊珊這麼包容 因為黃珊珊是他競選總部的總幹事 現在這樣爆得亂七八糟 然後甚至變成是民眾黨的滅黨 一個這麼大的風波 可是柯文哲卻可以輕輕放下 到底黃珊珊有什麼樣的魅力 讓柯文哲非要他不可 我也覺得很好奇 有史詞 《非殺庭文哲》 你可以的